大家好 那我去年啊 有買了一個電鑽 充電的 那結果昨天 忽然間不能用了 那這個電池 充了老半天 感覺沒有什麼效果 那已經充了 昨天一個下午 還有今天一個早上 不曉得為什麼把它放上去 都沒有電 奇怪 壓壓都沒有效果 不然前進後退都不會動 該不會是這顆 這個SWOF的電池壞掉了吧 那怎麼辦呢 我想要來把它拆拆看 這一顆我沒拆過 不曉得好不好拆 就來把它拆拆看吧 不然 怎麼說叫什麼 死馬當火馬衣吧 不曉得這邊有沒有電池 有沒有螺絲啊 這本來它就是電池 就是說如果有螺絲的話 可以把它拆開來露出裡面的電池 其實這種 135元的 這個 電鑽啊 它的最貴的地方 可能就是這一顆電池 好 先放著 來看一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竟然不給我工作 好 那現在我們有在拍影片嗎 所以說 比較不會有什麼 拆了以後裝不回去 拆 因為有時候這個東西就是拆拆 零件怎麼裝自己都搞迷糊了 所以 我以往我都會拍照 譬如說這邊拆下來拍照這樣子 才不會到時候裝不回去 不過今天有錄影也還好 錄影的話 這個 效果比拍照還更好 你看 18650電子三顆 這個 這個上面就是 就是 然後它的充電的地方在這裡 有可能就是 它不曉得有沒有那個保護器 因為有的東西是有 有保護 很簡單就拆卸下來 我想這個電池應該也不是怎麼好的電池吧 你看 就這樣子 它本來有這個金屬的接點在這裡 都一起推出來 可是假的 哇 怎麼這麼複雜 這感覺蠻複雜的 不過 複雜無所謂 應該 應該也不是這個基板壞掉 我覺得 應該就是裡面這個電池壞掉 那還好就是說 那還好就是說 我這邊也有那個 電池 到時候我們就來把這個電池 更換掉就算了 你看這邊寫 18650 然後 然後這個 G-1300 所以 1300應該是 1300 300毫安的 那 我剛好有買那個國際牌的 很貴的 三顆可能比這隻電鑽貴了三倍 哈哈哈哈 沒關係 這個把它換成國際牌的 那這個要怎麼拆呢 也是要把這個拿起來吧 我們用這個角度來看 到時候才不會 才不會那個 拆了以後裝不回去 它這個三個應該就是固定了 啊 啊 這個 好像不好拆 你看 不曉得有沒有卡到 你看 我認為這個有卡到 你看這個卡到了嘛 沒錯嘛 你有沒有 墊片嘛 這個就是 一般3.7啦 3顆 3顆的話 3.7 11點多伏特 差不多啦 那這個要 要把它 這個解焊 這個才能拿起來 嗯 這個電池這邊有一個鐵片 這邊一個鐵片 它 固定住 這一個基板 所以我們必須 把這兩個鐵片 這個點 跟它做一個 解焊的動作 啊 然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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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爪 滑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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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的這一條 也是跟 跟它做一個解焊好了 因為它這邊感覺如果上來會拉到它 好 另外这边黑色的也是 这个是黑色的 黑色在这边 这边是红色的 做个记号 以免等一下有搞混了 这边剩一点点 就是不起来 各位没有看到 就是靠他那个连结 固定在上头 那这个我们也跟他拨起来 连在桌上 那将来他也是需要 需要这个 来固定嘛 所以 变成我们这个板子也都是要保留 不然他的基板没办法固定 那我看一下这边 这边来 这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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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这一点 过来这一点 那变成我们就是 把这个想办法把它拆下来 像这个片子 你最好把它拆下来 因为 因为你如果光是用导线的时候 你缺乏这个铁片 你没办法固定他那一个 他那一个板子 所以 目前他这个是属于点汉 那他这个是在户籍吗 那我准备了这个 国际牌的3300的嘛 那把它一样 护起我们就 把它焊回去 这样子就好了 那当然 我们也不需要 焊那么多了 因为 因为我们要 焊那么多恐怕 也比较不容易 因为他 他是用那个 那个 电焊是比较瞬间的 你如果说 这个铁太多焊太久的话 焊太久的话 也造成那个电池的损毁也不好 所以我预计 把它留一点就好了 不要搞得这么复杂 就这样子 好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边 这焊的过程就是说 怕它会 过度加热 或是太久焊不上去 造成这个电池的损毁 所以我们 尽量采用比较快的方式 先来这边把它上点席 然后 这一个也是 看一下这个 上在这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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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它贴上去 这样焊住就好 这边再 跟它吃多一点 先把铁片加热 再放上去 才不会造成电池的过热 这样已经上去了 上去我们压拉拉看 有紧就好了 把这个压平吧 然后 就是这一颗 这一颗我们也是 也是把它剥掉 这样拨起来 这样拨起来 拨起来把 把这个 户籍的这边插回去 正籍的弄上来 这样 不要挤 这一个一个慢慢做 把它做回去 这样就好了 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 它的一个角度 因为原来是这个角度 我们就要留这个角度 这样子 现在这边 这边一样 我帮你 也是把这边先吃点洗好了 那为了吃洗比较容易 就是先沾点这个细油 应该就是 汗洗油 然后 有没有看到一颗上去 把这个 这个压回来 那压回来的话 我们 这边也是先跟它做一点 吃一下 细油的动作 比较好 洗油啊 不是细油 洗膏啦 那 我没了 反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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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伤,你看 就是假汗 就是说在表面上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这边把它弄热 弄热下去 这样子 我下去只有一秒钟而已 不要久,久就完蛋了 这样就上去了 那其他几个我们也陆续来把它搞好 那我们这个电池的组装好了 那就把这个机板把它放上去 基本上用电池把它固定住就对了 然后把这个焊一下就好 这边先焊好,这边比较平 这边也是 这边好像有点乖乖的,你要不下去 这边应该比较没什么 因为它应该只是把它拖住这个 这个电池而已 就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有两个 两个点 这边一个点 然后这边一个点 这个 我角度好像有把它弄歪了 因为它这边黏不到 那这边这一条还好 不过那一条另外正脊好像就比较远了一点 你看正脊这个线 照理讲这正脊应该要在这里啦 这样下来才对 可是我刚才在焊的时候这个角度就 就不对啊 我来把它调整一下位置 就这个了 就这个了 我撿就好了 这个再把它焊回去吧 焊出了 焊出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 这样应该没有错 现在最怕就是说有没有卡到 因为我发觉它原来原来这个也是也是蛮紧的 我感觉这边已经都到了嘛 差不多了 那这样就是把护罩照照起来而已 那我们可以先量一下它的电压大概多少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输出10伏特 这里讲10伏特应应该就是ok了 那这个我们就跟它锁回去吧 我们把它锁好以后呢 把这个贴纸再贴回去吧 外观看不出来有修过的样子 那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们换上去就知道了 哇 好强哦 好 好 那我们终于修好了 那今天用了一些时间 救回了我们这一支135元的电钻 电池的价钱 胜过135元 那维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